很麻煩 那ASB端子簡單太多了 你只要熟悉這樣的開發環境 要快速產生一個這個程式 基本上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再舉個例子給各位 如果說我要開啟另外一個專案 特別注意 接下來我就把這個專案 利用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再開另外一個檔案 我必須要先把這個專案先關閉 或者直接按關閉也可以 直接把這個網站關閉掉也可以 那我習慣是用關閉專案 假設說我今天要開啟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開啟一個範例 先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就開啟網站 我的那個網站是放在範例結果檔 第四章的這個 4-7D 等一下你們應該也會拿到一本書 那書裡面有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呢 原則上大概長得像這樣 第一個呢 就是說呢 它的外觀 它的外觀長得就像這樣 這很簡單的一個外觀 前面有兩個按鈕 一個鼠 一個珠 也就是說你按著鼠 它就會有一個鼠的這個 老鼠的這個圖檔秀出來 點著珠它就會秀珠 那一個加跟減什麼意思 這個減就是縮小 加就是放大 那這邊有個中當list 這裡全部我們做 就是說下拉之後 我有12生效 我可以選哪一個生效呢 就會有哪一張圖檔秀出來 我們來亂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呢介面部分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主要有幾個 一個是第一 這個前面有兩個按鈕 一個鼠 一個珠 這兩個按鈕 然後再一個加 來減一圈 跟一個加 然後再一個珠 當列色 另外就是要秀圖的 這個image的control 就是秀圖的一個控制項 那如果今天點了珠 它就換圖 點了加 它就放大 然後放大 點了減 它就縮小 再來的話呢 它這個 有個著章類似 比如說我換了牛 它就換了牛 也就是說這地方呢 可以利用下拉式的方式 去更改 更改這一個裡面的圖檔 當然更改什麼 比如說你 因為各位 學的影音的部分 你也可以更改影音 那如果你今天要放大影音 其實也是一樣的方式 只是動態去調整 裡面的這個 這個HGM的這個影音法 就可以了 那像這樣的一個程式 應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你們等一下 就先開啟一個新的專案 像這邊 新的一個網站 第一個 也是一樣 在這邊選擇一個新的網站 那這邊其他都不要更改 那存放的位置 特別注意 因為上禮拜還是有同學 存的位置 存錯 它預設值應該會在那個 MyDuckman裡面 上面 所以 你這邊 稍微把它瀏覽改一下 它要不要把它改在桌面上 你也比較找得到 那後面的這個名稱 稍微把它改一下 我們把它改成12生效 比如這地方 我把它改成今天日期 應該6號 然後後面的話 再加上12生效 就這個 就要它的名稱 我就放在桌面上面 這個名稱 那這樣基本上 就建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就是一個網站 你們先完成第一幅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謝謝